Hello Hello! 你们大家好! 很高兴,又来到C-Channel!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了葡萄牙的岛居 叫Madeira 即是华德里 真的挺好玩的 也挺大玩的 当然你来葡萄牙 就不一定要去Madeira 但若是有兴趣 如果在葡萄牙住了 一会有点悶 想去看看其他的感觉 Madeira是很值得去的 第一件事的天气 跟葡萄牙是很不同的 因为葡萄牙主要天气很干 而Madeira是非常热大的 很多葡萄牙的水产 都是在葡萄牙的水产 例如他们的水果 因为他们热大 也有很多热大水果 在那里种出来 我们熟悉的芒果 香蕉 很多都是在Madeira 这个岛居里来的 因为他们热大 也有很多热大水果 我们熟悉的芒果 香蕉 很多都是在Madeira 这个岛居里来的 你知不知道Madeira 是出了名 有好几百年的历史 这些叫做燈的小型水道 叫做Lavadas 整个Madeira 这个岛居都是到处都有的 当年 以前他们在山上输送水 而修建的小型水道 听说很多工人 都喪失了生命而起 这些水道 如果你们喜欢行山 那就真的非常棒 因为Madeira 这个岛居 是到处都有的 如果 值得非常之一去的话 就应该想看看 Madeira 这个岛居 整个景色的 就有不同的 蓝车可以去乘搭 蓝车上去 那无用上是不行的 买不到的 要来这里排队买 也都非常方便的 在市中心 就已经可以 很舒适地 就上这个蓝车 上到蓝车之后 你就会见到 非常之美的岛座 也都很多不同的景色 最好 起码真的要值得去参观 就是他们的植物花园 你到到山顶上面的时候 就会经过植物花园 那是Eat Dice的植物花园 我刚刚去到这个植物花园 就叫做蒙特公的大花园 那是他的皇宫 以前 真的非常美 很值得去 所以 现在就去了Madeira 几天 但是几天 我想应该足够玩的了 即是三四日至到五日都足够玩的了 但是呢 很多东西去行 如果你们真的喜欢行山 喜欢去大浅 看看大浅的景色 很值得去 Madeira 大家才知道 原来很多英国人都喜欢去的地方 所以到处都有他们英国的影子 例如 Pub 英国食物 都挺有趣 值得去的就是他们的 Amset 他们用岩池 有些给你去旅行 和游泳的 这些用岩池 有个我去过的叫做Doka du Carvacas 那就是在做倒序的另外一边 那需要坐他们的小巴 或者是开车去的 那我就建议大家呢 可以去参观一下 就用这些小小的tour 那一天tour 都很满足的了 那带你去不同的地方 然后就 因为Madeira始终有个倒序 那是很多山丘 那如果自己开车不熟悉的话 最好就是加入这些tour 就不用烦了 不用担心开车有什么危险的 那Madeira 你们大家知道 是出了名 它机场是非常之难降落的 那很多时候呢 是会改的 或者是取消的 因为是非常之难降落的 那这个值得去注意一下 所以呢 Madeira 如果你喜欢天气热 那也都呢 冬天呢 你想一下被冬 那样的话呢 要在英国住开 那那来Madeira呢 2、3月就最棒了 因为呢 这里的天气呢 都非常之棒的 好像春夏 大概二十几度的 可以去到 2月的时候 还是暖过葡萄牙的 那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着这么多先 希望呢 你喜欢我们这一条片 是我们旅游的报道 好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妨给个follow 给个like 再见